那其他106位除了蔡英文总统以外 每一个人都有论文的文本在图书馆里 台大名誉教授贺德芬亲自召开记者会 质疑总统蔡英文的博士学位有问题 今天这么大胆的可以来跟各位来肯定的说 蔡总统他完全没有博士论文 也不能说没有博士论文 他有 可是这个博士论文没有经过正式的 我们学术上有了博士考试 而正式由学校授予他证书 贺德芬委托台医教授亲自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调查 却发现蔡英文的论文提到作者本人 都是用这个候选人第三人称称呼 合理怀疑这根本只是准备口试的出稿 然后去查那些系统目录 这个很专业的东西 他们都是被限制的 不能看的 这个近日有关于这个蔡英文总统 博士学位相关的一些不实的指控 那这边总统府做一个 比较清楚完整的说明 总统确实是在1984年 取得伦敦政经学院博士的学位 那校方的官网也将总统 列入相关的名人录 拿出蔡英文的学位证书 以及补发学位证书的说明文件 总统府发言人亲上火线辟谣 如果再不相信 那就法院见 中东府强力反击表示不实谣言在2015年总统大选就曾出现 对抹黑蔡总统等不实言论 背头手边完整资料 采取法律行动 不让谣言继续扩大渲染 欢迎新闻 江浅东杨志玉台北报道